全球現場來關注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二十七號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這邊 會見到訪的美國工商界 及戰略學術界代表 這其中包括了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 還有世界五百強企業聚集在北京 但他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出席 一年一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之外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跟場合把握時機 和大陸的核心高官的交流互動 而現在根據彭博社進一步的報導 包括了非常多兼著名的美企 像是美國的輝瑞 聯邦快遞 還有高通企業的執行長 都是有在出席的名單當中 另外包括了美中關係的 全國委員會主席歐倫斯 以及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 艾倫也都有與會 彭博分析儘管說這個邀請函 給這些企業老闆的時候 上面是沒有寫著習近平的名字 但是這是一種默契 因為通常他們都知道 這個場合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是會出席的 因為在去年的十一月份 當時習近平訪問到美國舊金山的時候 也是採取類似的安排程序 好 另外來看到的是 這一場是聚焦經濟科技的論壇 就是柏奧論壇了 在三月二十六號昨天登場 這也是兩會之後的 第一場大陸主場外交 許多的國外領袖都有與會 包括了哈薩克總統 還有柬埔寨總理跟諾魯總統 好 這個是這個諾魯 跟中國大陸建交之後 他們派出了總統來參加這個 柏奧論壇都是有出席的 而柏奧論壇也公布了一項 二零二四年的年度報告 預測今年亞洲的GDP成長率 有望是達到百分之四點五 而GDP的規模佔全球比重 大約是百分之四十九 好 另外來看到的是我方國防部宣布說 四月份即將在金門的本島 列於等地來進行實彈射擊 而國防部現在指出相關的做法是 例行性的常態 訓練射擊是沒有針對性的 但是大陸國台辦在今天上的 例行記者會上頭也提及相關的問題 他們表示是不是針對性 有沒有挑釁呢 其實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究竟是力尋性訓練 還是有針對性的挑釁 民進黨當局心裡比誰都清楚 金門鄉親親歷和平與戰爭的轉換 愈加真是和平反對戰爭 已經在開炮和劍橋中 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根據我國陸軍軍防部近日公告 四月即將在金門的本島列宇 蒙虎與後宇等地來進行 地面武器對海實彈射擊 周邊海空域在射擊訓練期間 將會執行警戒跟管制 27號的清晨中國大陸從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使用長征6號改運載火箭 將雲海3號02星發射升空 任務是圓滿完成 雲海3號02星主要用於開展 大氣海洋環境探測 空間環境探測 防災減災和科學試驗等任務 發射時間是今天的清晨6點51分左右 雲海3號02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 這一次的任務是長征6號改運載火箭 2024的第一次發射任務 也拉開了今年長六改火箭高密度發射的序幕 好 另外剛才聚焦的國際焦點 就是美國的馬里蘭州 當地有一座重要的橋梁 在26號的清晨遭到貨輪給撞斷了 現在造成至少有六個人當局說是推定死亡 目前都還在搜尋他們的下落 專家分析這個事發之前的關鍵畫面 發現到貨輪曾經兩度斷電 而推斷有四個造成意外的原因 好 另外在這個貨輪撞上橋段之前 曾經有多次透過無線電 發布了求救訊號 讓政府能夠及時封鎖出入口 阻止車輛進入 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 州長大戰 這些人都是英雄 美國馬里蘭州 法爾地摩跨港橋梁 法蘭西斯石考特基大橋遭貨輪撞斷 還原意外前詭異現象 1點24分 船上燈光突然熄滅 1點25分 貨船冒出大量黑煙 1點26分左右 燈光一度恢復 隨後又二度停電 此時橋上車輛接獲消息下的直線狂飆 衝到對岸 至少兩輛車在最後關頭 衝到另一頭 驚險逃命 但橋上進行工程的八名工人 補幸落水 經過一夜搜救 已巡獲兩人 一人無大礙 一人重傷送醫 剩餘六人 兇多吉少 被推定為死亡 不過能將死傷降得如此低 是贏貨船達利號在撞船前發出求救訊號 目前官方定調這是一起事故 並且沒有恐攻有關的現象 專家分析貨船撞橋前有不尋常轉彎 有可能適應主引擎故障 操作失敗 發電機故障 或人為疏失等 國安政府會給整個價錢 再建造這橋橋 橋樑全長約2.6公里 每年平均運輸約一千一百五十萬輛車次 每年進出口貨櫃超過一百萬個 是巴爾地摩港的交通要道 如今斷裂坍塌 恐怕對全球供應鏈造成重大影響 記者李清聰報道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我們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歡迎大家收看 就算幾乎 請採訪 麻煩你們 可以 為我們